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火牙天命出征赛的比赛现场 我是今天介绍星巴 大家好我是谢妍 马上进入到我们的泰哥这张图了 然后后面就是两场雪地了 在上一局里面 PNC依旧是拿到了单场比较高的一个分数 DDF也是完成了自己的第二只鸡 七场比赛吃到两只 一队二队的两个队伍都隔着一堵墙 DDF已经吃到两只了 压力来到DDT身上 真的 刚刚 EV4EA不是一个人在红仓吗 然后镜头一切再切回来 身上多了一个淘汰 也不知道他们谁溜了 应该是CCG给溜了一个 反正我们也是看到了接下来要进行到今天的第三场比赛 这个说实话速度还是挺快的 然后我们看到尾部的争夺就是晋级线的这个争夺的话 这个分差就各位数两三分的分差 三只对我21分 然后我当时看了一下1514它是23还是25分 中尾部贴的就会比较近 好 好我们也是看一下Taggo啊 拿分图 更加图应该算是 对的 这个就是打架图 因为有打架更频繁你就更有可能去成为第三方 去获取分数 他刷到主岛上的话那种打架的概率就会频发 刷到副岛上有一些山脉的问题就其实还好 就那个山上能带挺多队伍 总体有点站不住 就是大家不甘于跟你当邻居的 从现在的节奏来看 因为早晚都得解决嘛 你初期能够干脆的解决 为什么要拖到后期别人来劝架再解决呢 对吧 天天没影响啊 真的吗 我不信 20个队伍你说跳点没有影响 就是说中部的这个附近 不是那个其他的地方 其他地方很有可能会有 但是这张图啊 你要真说就野区巨匪 你真不想玩 你可以在野区玩 没问题 巨匪 又有车 随便玩 是的 车也不缺 我还真没冲突 不对啊 RBS 那边和谁贴得很近 都在飞高票 I7啊 I7 哎呀 这个三角形圈行啊 嗯 阴阳圈 接近二分之一的空间 不用 主副导 看看二阶段会不会出切脚 切回副导啊 有可能啊 之前我们是看他切到东边去了吗 那离谱的那个拳 而且还是出现在PGS2上 我这给一枪头吓死了 准呢 运气正好 吓坏了呀 哥 001又要被抓 这事去怎么过呀 你把汤姆逊 怎么办 发现了 嘿 挣扎不了一点 哎呀 听到创的这一下声音 真的痛 一看 这个ID 结实 对 一看这个ID 完了 给视频哥们增加难度了 嗯 你看15 23分 14 24分 3-21分 贝尔基 那拿据大分 其实就上来了 对 脱离困境 啊 还剩三场嘛 嗯 三场场军三加起来30多分 你看现在 16 17 18 一个MNG 一个天吧 一个4M 嗯 嗯 要好好的调整啊 这两支队伍 拿两个 就三场比赛 拿个十几分 对吧 也算是那种保底分数 对于他们来说 嗯 这种队伍 我们在之前比赛中的话 觉得他们的保底分 就6分左右吧 对 4到6分 有一些难打的圈形 就换换分 唐宝宝 啊 已经看好了信息了 继续往前转移就行 节奏非常快啊 嗯 在4分钟的时候 已经出发了 找这个圈形嘛 这初期又没有肉点的情况发生 又没什么冲突的 对吧 那只能等你这种转移的时机 看能不能碰上 遭遇到 哎 这是要 打结吗 扣的和太空人 两个人满路走两边 这种距离的 荣错确实没有M4高 嗯 嗯 SPG 嗯 敖山监狱这里过来 救救二级头都没有啊 啊 滑车滑过来被听到了 这想以人啊 想上房顶 嗯 上房顶之后就能拖很久了 还有一辆车 能不能再接一下 被友也贴过来了 啊 大杀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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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 只能头顶的队友出出 哈 提进跳杀 子弹全部打空 还是拿下了 诺马 刚刚刚看 GG好像把DGT防区给空降了 DGT的生产被空降打掉了 直接插中心点 对的 现在空降 它就可以直接落到 这种防区的防顶 很难防得住 你拉出来打它吧 它防顶落几个人 你只要不在空中 给它打鸟打下来 就很难再放了 本身站在你头顶上 输出角度就比较多一点 对 对方人又多 所以现在这个紧急护旧器 原住民确实是不小的打击 是的 影响很大 就你要去想还敢不敢分彩 WCG在跟着MNG走 然后转移的线路都差不多 都想要上这个山 同一角度那要遭遇到 因为现在MNG已经停车 可能会做一波趋力感 嗯 啊 泡泡这里 看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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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看着防径有人 然后也 前点的信息 至少太少了 这种状 嗯 哪里跑 七七一个 不过暂时安全 嗯 还没到打架的时间点 对 再不过暂时就换了一个角度 但其实我不知道 本身主导这个方向 就是一个大强侧 他现在只能在边缘先待一下 要再看一看信息 就这个围枪方待一待吧 嗯 再往前面转也不好转了 因为视野你得重新拿 到了东边是一个新的开始 自己是个西边的队伍 对外一夜离圈还挺远的 还好 他应该本身就打算 就贴着蓝圈走 嗯 所以问题不算大 还有只队伍在蓝圈炮着 RBS在蓝圈 开着 天天很想武德啊 这人打两枪算了 车他也不屑 嗯 这全由于面积的一个关系啊 大家什么主导 副导 挤一挤啊 十九支队伍都能在 嗯 是的 那接下来就热闹了 这个风平浪静只是一时 来看下一个圈 急不急线 右上切脚 右边难打 看有没有人赌桥卡路 嗯 反正西边队伍现在也不着急的 他有圈边踩 先等你东边打得差不多了 对吧 能限制一个示意 我发现唐宝宝居然还在往西边去走啊 他可能觉得前点的路有点不通 他走东边走不了 走西边踩也有机会 嗯 我发现拉开 太难了 现在还被人手机碰一起了 对 现在机器就多了起来 ML SDG就只剩下了 LavX一个 今天枪杆还不错他 对 你别说冲的还可以啊 这波ML的衝机 嗯 打了对方三人 这个闪光 致命 致命一闪 RV想过来 发现这里已经打完了 算了算了 剩两个 看一看 CCG也在跟着PC 车上带着一个导致的人 赶紧 跑 12停车了 12过来接车 能接几个 哦呦这个反打能力还是强啊 嗯 RV赶紧上来支援 要不然时间不敢烫 这个位置说实话 你得开阔 看枪码坏了 这方又换一个 到时候才刚扶起来 药已经打好了啊 叫我过来直接扶 雷 躲一下 换一个颜色 看一下这个雷准不准了 这个地形太开阔啊 没有了 哦没有 稍微弹了一下 但是还有手雷 MNG也摸过来了 这就有点难打了 三方在这里混战 看这两克雷效果怎么样啊 多数据远点 脸上啊 直接突破的 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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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Z在顶上来 好准备 踩住高低以后 天色有点还不了手 直接被淘汰 然后现在该轮断 MNG出枪了 跑得好快 远点还有枪线 抽过来了 嗯 雷也多 拿下 成功收尾 嗯 CtG也在这个防穴 是守到DT的一波冲击 谁回天啊 这个圈 北边一个 南边一个 嗯 嗯 唐宝宝很头疼啊 再回南边桥呗 没得选了 嗯 但南边桥的压力太大了 有点难过 这个圈子刺激起来 他都会变成功 开混开混 全是育苗 自语神亮 公开混 全是育苗 自语神亮 公开混 UVU的操作,但是近点,我的弟弟把他打了 TVT也有个补枪,双方一换一,不过整体人数还是GSW占优 嗯 光两颗烟,这是要过点贴近点了 很主动啊 既然人数少,打着主动,要绕一个侧翼来夹掉枪线 这边队友顶住了,侧边再偷一个,有机会2打1 你这两个人配合可以啊 有点东西 你别说其实BSH你看到有的时候打,配合还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现在分的,可是拿的有点少 对,他昨天5局一直在运营 他运营到那种剧烈式的地方,然后就给了 发现没有用 发现打架不就完了吗 运什么 对,就有点像FTG 你想想,FTG你让他好好运营打 说实话 还打不出初期就 开始打架的那种效果 对的 他初期打架每一局场均分数还都六七分以上 打好了吃个弱策切脚决赛圈 还是要把握自己的长处啊 对的 我唐宝宝游过去了 最稳妥的方式 我游进圈 水里边泡一会儿拿个排名分也去 暗边还没人,没滋滋 嗯,暗边防缺 对的 TYE山上倒了一个,CTG还是一个满边 这个山头有点乱 这个山头叫NOVA WCG 然后加TYE WCG有点想对NOVA动手的意思啊 嗯 这个圈NOVA是进攻方了 东东侧面买点 NOVA不被淘汰,他也不能动 得确定NOVA走 NOVA也不好打 NOVA一打 TYE也动身 对的 都在等 现在场上过于安静啊 都在等这个出枪 嗯 天霸那边,林树也被远点放倒 和对面的 被盯住了 也是选择游泳过去 不要的 好 control 樱佛为什么 尔心 没有 只有 平静 很有趣 不许 反正这一局FM的位置很好 就看能不能把握出机会吧 就他现在分数我们也说过 就是一局大分上来的话 就没有太多担心的了 对于进去来说 下班准备决赛 这也是对于FM来说的 他的一局关键局吧 HRY远点灯抽得过来 CTE远点灯全压 XGKK这个点 没有办法对RBS发起进攻了 被限制得很难受 另外编冬碗也只能硬顶了 但是顶过去啊 屁股后面有强险 正面的反坡 大平地也拉不了 编冬碗被夹在正中央了 BSH两个人也在蓝圈里面 不法控制 但如果是已经没暴露的话 前身搭起来还有机会 可有点分 对的 就掏屁股 掏TYE 就再难受了 正面 可能体员也不好顶 背面还有人 哎呦 TYE很伤 BSH听到前点枪声还没出手 小熊 小熊秒了一个 再吓着 枪还是硬啊 嗯 哦 最后 QV克 带走了 TYE 然后回去再说 哇 这里 外面还有个空头雨 正中心 妈呀 咯 咯 再次升级 嗯 山头上的分数码WCG基本全收 没什么问题 还是满边 完美防守 但没烦恼被MUN给击倒了 能服 起个眼扛一下 喂 哎 CTG好像不知道 这些会有什么 有个人好现在看到了 VY这个屁股定是很好的 哎呦 哎呦这个反打还是很痛呢 现在对于爱流来说步步艰难 他进圈必须得掰掉好二歪 嗯 他去掰了 他又是找的 嗯 ML也只有一个 正面硬帮 硬掰好二歪吗 没有 不管了 我先进圈去列前面有个石头 拜拜 你近点去跟RPS打吧 嗯 小钱能操作吗 原点的旺仔当我看到了 嗯 拉枪很 OK Coco还能不能继续秀 经典人有点多 看到了再PK一波 但是雷加枪直接把这个招了 哎呦这个信息 信息一跳出来以后 听到这声爱流直接转身 打了一个 掏了一手 横上来屁股 刚刚只是虚晃一枪 假装我要走了 假装我要走了 旁边I7 没在这里 RBS在扶人 他在等 I7在等 两个老六 鱼人带着花神 四六 他站起来又怕 风打他 对的 所以只能在这里啪个 反而爱流能玩的地方还挺多的 嗯 对 对 感觉他这个位置走了的话 FM肯定还是会盯一手背部 他出去出过枪 嗯 前面有点平坦 除非支圈 这个信息丢不了 嗯 这两个欢迎坦克 而且他现在被WCG给盯住了 但是567你旁边还有一个独狼 抱着刷 过眼眼 这句太香了 嗯 唐宝宝001 哦 又一个打药 这也是不知道啊 嗯 现在感觉来得及吗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原本烧了 你刚刚硬补了吧 回不掉 我的意思是 刚刚其实唐宝宝直接硬补 对的 他想打个药 他想继续操作 因为他视野里面没多少人 嗯 RBS已经拿到了10个 淘汰 嗯 看爱留这一份 能不能再收了啊 这个信息他们应该没丢 看WCG怎么选 嗯 这周平安刚才在那个小房子单挂 现在从小房子出来 WCG会不会直接扎 嗯 来了 那就能再等一个圈 这个石头上真能玩吗 西边没有人管他 嗯 嗯 爱留管不住他 嗯 也没法啊 这边看了 这空头又落这儿了 落到DDF那边 嗯 两边防区的人嘛 一边享受 就是补充一下资源 升级套装 只有WCG没有 辛辛苦苦打架的队伍 空头一直没舔到 爱留还有两个 胆子啊点能舔 哈哈 胆子啊点能舔 爱留一个人摸RBS 看到一个 他其实不用特别急啊 对方没看到他 嗯 他现在看对方也没转身 他想偷偷的潜入到对方的 背 后面 跟着RBS进圈 嗯 找个那种小反坡 头能伸在白圈里就行 嗯 这附近感觉就不错 可是对方在挨打 嗯 哎呀 知道不好进了 直接开枪 脱水 难道要来的呀 硬打 来不及了 他确实进不了拳 他抬头一看 这个握点再想从 用刚刚的方式 没机会 三方混战 DDF 有点像能第三方加入战场的队伍 是的 现在其实优势是在DDF身上 反而 之前一直是圈4M 现在进点面临的很大的威胁啊 WCG 然后现在RBS呢 也被DDF给卡在边上 现在只能看 就是RBS 能不能给到DDF压力 然后两边混战起来呢 进点再打一波 嗯 还有就是RBS他要进圈啊 他必须选一个角度打 嗯 选肯定是往DDF这里选啊 你这个时候冲防区多混乱 对不对 对 所以他也在找机会 看能不能对倒一个DDF 直接远点架 远点架一个 近点三个直接冲 坏了 3A接两个 还有雷 原来有个架枪呢 他倒了 但近点再服了啊 雷没有继续丢 这真不丢颗雷吗 远点其实不需要这个 你看的呀 嗯 不需要3A看的 是的 现在队友架住就行了 再给一颗手雷 车后就OK了 但是这个特别 雷先到 把头K了 对 K了解头 然后近点的话 周平也一个手雷还把 阿瑞斯给 炸倒 然后直接 发起一波进攻 火烧起来了 东东也要倒 看来就是DF的机会 对方已经打起来了 侧身疯狂输出 WCG也只剩一人 看幻弦那边怎么帮队友啊 嗯 换身是能限制DDS的 没车图不贴 还有烟 想要过渡到石头 但中间还有个过点啊 嗯 还得再来一颗烟 过渡到这个石头 说实话也就打WCG有用 是的 现在突然一下 由于近点打得太快了 啊 WCG对关没有造成 威胁 嗯 所以DDS反而也难受 他主要的原因 他为什么不带车 就是 很怪 很尴尬的一些事情 不能说很怪 有可能他就是打嗨了 那时候觉得 一切局面掌握在自己手里面 我不带车了 我出来拉出来位置拉 就是拉位置 出来看看 结果没想到里面 红树已经爆发战斗 嗯 是时候往前推进 突然发现梅花庄 在自己的树前面 嗯 他到那个石头 反而离梅花庄更远 现在又只能跑 嗯 看4M怎么解题 怎么从防区出来 DDF的枪线角度 虽然看似很广 但其实掩体不是很好 嗯 4M还是有机会的 再加上WC级线 只剩一个 尝试性的用道具 看能不能把 VLU7淘汰了 车在3A这里 就是枪响感觉 当时4M和WC枪响第一时间 就有机会去贴到进点房子 去限制嘛 然后原点再架两个 就过点全被架 现在的话就有点难 好 4V4 来看一下最后的战斗啊 看 有没有机会 那都不太好说 势均律敌吧 啊 DDF带了车 就是3A的那辆车啊 刚刚不是提过吗 我说不带 刚刚问他们那一侧 但梅花庄的位置上啊 其实双方都差不了多少 但是地形上 DDF那边比较平坦 而DF是有过点 DDF好像先吃蓝圈 他边上那个反坡 在带 对 如果再往前进的话 他还是有围墙做掩体 嗯 现在4V4对抗不好说 最后谁能笑到最后 哦 排击炮 右边过来抓了个侧身啊 前面有个小围墙 还能用 嗯 梅花庄就在空头前面 擦擦路离得很近 主要DDF刚才用了很多的烟雾弹 前面还有个反坡 4M能贴 哇哦 现在就是双方的烟雾加在一起 大家共用 公共资源 显卡攻击啊 周天 好雷 这一颗手雷的花生直接倒地 而且 来圈来了 来得及吗 呃 感觉刚好能扶起来跑 嗯 很极限啊 这个时间很极限 对 这只是黎安雾弹 Sky已经下来了 再来 打闪 拖时间 现实在被撑位 直架 头皮一秒 侧面插插路也开花了 二打 三 二打一 二打一 三A 三A能不能扛住 最后其实他出点就是有机会一穿二的 这个位置 他这两个洗头 秒了一个 更完成一打一 难道第三只鸡 哎呦他这个位置确实优势太大了 三A成功拿下 这一局DDF五个淘汰吃鸡 DDF 确实对于他们来说 这样的比赛的机会真的很少很少很少 能在观众的眼中 让大家看到自己 并且在这一次的十场比赛里面 八局过后拿到三只鸡 非常非常不容易了 是的 吃了三鸡啊 确实就是当时最后的话还是会不会 DDF捏一把汗的 毕竟在防区的队伍他其实只带了一辆车 就是三A那边的车 其实你可以看到在东边腾国的 当时摸问他们的那些位置的话 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 他在过点啊什么的 如果被逮住的话很难救 对吧 要把人给拉扯过去 而且第一时间在WCG和FM 其实出枪的时候 他如果两个人先顶过去 稍微顶一顶 限制一下的话可能就会更大 不过还好最后呢 有惊无险 然后3A完成一拨一穿二 拿下这一拨 他这个树做个掩体 然后刚好对面有个小土拨 但是他两拨皮克做的都很好 嗯 是的 你今天打赢了PNC 打赢了FM 都属于 这两拨打的都挺漂亮的 是的 有惊无险嘛 因为其实总体大局是 我们在那个之前 四个队伍都存在的时候 都会觉得其实DDF 大家所踩的空间 会更大一点点 嗯 就看最后 而且你想最后那一波 其实是因为FM没有雷了 对的 因为FM所有的道具 全都打了WCG 对 他用在了WCG身上 如果当时 就双方 你看他第一颗雷的话 是把WCG给扎倒嘛 嗯 然后如果当时 双方道具持平的情况下的话 其实DDF 可能会打得更加艰难 对的 因为他山上的这个过点 点位点位之间很大 嗯 然后再加上他基本是属于 一个数目的这种 毒枝掩体 就这种位置很容易被 急火雷直接带走 嗯 不过还是 真气的拿下了这一局 是的 而FM其实也是通过这一局 拿了一个高分 把自己的分数稳固了一下 因为之前他的分数只有21分嘛 其实非常的危险 然后在今天的第三局比赛当中的话 拿下这个分数 后面两局相对心态会轻松许多 现在难题就抛给了天霸 对的 现在就看天霸后面怎么表现 但艾流刚才也是往往里面去进的进 蹭了蹭还拿了一些分数 嗯 看看他后面这两局 感觉三十四五分差不多了 就是有一局场均分稍微多一点去 因为他是中头部拿分 比较多一点 尾部大家几乎都就是一两分的一个分场 嗯 只要不白给 你就有大概率的晋级希望 因为现在的目标很简单嘛 要的就是 我能进入到前十六就行了 是的 就看好好的稳稳的能不能换到一些分数 能换到分数 就总决赛之前有一天休息能调整 嗯是的 就我们今天比赛打完以后 有十六支队伍能进入到我们后面经济赛 四天连打的经济赛 在这之前 我们9月4号这一天是要休息的 所以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调整空间 刚好可以看看其他队友一个跳点等等的情况 对吧 进入到自己一个熟悉的节奏之中 嗯没错 反正再看看吧 因为今天还有两局是这个维憨的地图 是的 刚才那个PINC和CCG打架的位置啊 PINC是属于一个低点的一个小列的位置 嗯 然后再加上他本身就是带着一个人 边跑边想救的那样的一个情况 CCG是一个主动进攻方 对 刚才那个画面挺有喜感 嗯 是的 因为大家其实当时其实还有第三方的切入 MNG过来不是收拾的CCG和PINC的残局吗 对的 两个大哥在上一局没有拿到太多的一个分数 嗯 这一局的圈形其实总体来看的话也是来回的横切 嗯 北部切一下 南部切一下 嗯 然后让其实让西边队友非常的头痛 有两支队友选择这个游泳过去 一个塘宝巴 一个填巴 填巴是爱流的韧性确实比较足嘛 一个人活下来以后也牵扯了许多在 他本身虚晃了一枪 当时虚晃了一枪行而歪 嗯 转身过来就争取了更多的分数给他 哈尔巴以为他走了 结果他又绕回来了 但是当时进点 就是CPG不是跟那个对手接上了吗 嗯 接架了吗 然后哈尔巴只能往回拉 他也顾不得你到底是不是虚晃我一枪了 反正爱流肯定是场上找机会的那个人 你既然打起来了 那我有机会开你背身枪 肯定该拿的分就拿下 是的 能扣分就是还是要去扣一扣 嗯 是 相对起来的话 在上局里面感觉那个 就是表情包兄弟啊 他们这支队伍 在第一天比赛里面纯运 就是我就想着进圈 然后进圈就在圈面那种很劣势的位置 被包着打 巨难受 就是我看上去 我都我都不觉得他们有机会能玩的那种点 你知道吧 但今天呢他们几乎就是完完全全的主动性很强 就是我要在优势的地形去做一些事情 不再变成像以前那种就是往坑里面一待 然后在劣势的位置被按的头都抬不起来 今天主动性强了很多 你看他们的配合也很好 对吧 是的 今天这种小配合绕的位置啊什么都挺灵性的 挺好的 就主动去打架蛮好的 嗯 看得出来 确实这个配合方面的话 问题不算很大的 有的时候 对 你运 可能会就会把自己给运四 但就可能自己要找自己擅长的一方面的东西 是的 就是老把自己放在一个劣势的位置 你就玩不了啊 那你说大家都是枪手 当初来这个队伍的时候就是 我是曾经什么在哪个队伍啊 KD多少 怎么知道 别人一想哇 来了个腿子 结果这个腿子来了以后 一点开枪机会都没有 你说再厉害的人 他怎么玩的 没机会 还得找个打架鞋 对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一个比赛节奏的话 运营和这个打架相结合 打架 以打架为主 比如说你前期能做到一些事情 其实打架也是在做事情 也为你的后续运营做事情 你可以把它这样去理解 对 可能这个脑的思维就掰过来了 就是你有机会 比如说你这个这局 不是说忙我的说 你说要打架呢 我出去就去找个架档 不是的 就是你觉得这一波架档值得 不要分时间早晚 就是这波很值得 如果后续的话 我减轻后续竞圈压力 他其实也是运营的一种方式 对吧 就不要忘记给框死 因为你如果一位 不要觉得运营就是啊 我要想着如何绕开 其他队伍竞圈 那其实这是一个去致命伤 如果陷入到这个死思维里面 的话是一个致命伤 就是你会发现你身边的人越来越多 越来越难受 你走不到那种好的点位 好的方式 别人原住民早就站住了 对吧 对的 现在大家也看到了就是 你虽然可以绕 你可以绕到弱侧 但是你会发现你绕到弱侧的时候 其实你进入到了一个地区内 这个地区基本是被优势的队伍 已经控制完了 对 就是你进只能进那种特别烈士的点 即使吃了比较 也跟你没关系 你的对手不是傻子啊 对 那为什么能把你放到弱 就是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弱侧 那为什么凭什么你后来的队伍 还有机会来这里 那肯定是下来都不需要 都不care点 对不对 就放给你了 你拿嘛 拿了以后其实也是被 这种优势位的人给克制 而且强度比较高在这种比赛 就是忠心大家也不会贸然的早一点 就打起架来了 是 大家都是先把边缘的这种威胁清除掉了 然后才主动的去找下一步 是的 还有一种就是你在场上 我觉得就是那种思维就是找机会的 就找timing的逻辑的话 其实也是比较不错的 相对起来就早一点能 如果能摸人啊什么的 给整个团队增加一些后期的这种机会 是非常非常好的 就像我们之前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其实场上老六初期 尤其在世界赛的时候老六变多了 对 像我的队伍都可能会放一个人出来 自己先去玩在圈一的时候 是的 摸一下附近的邻居 你摸掉一个 反正后期运营项路基本都是一致的 他在你前面 你能摸他一个后面 你就是一个四打三 大家都是这种顶级强队 那你有优势的时候 自然而然打起来会比较轻松啊 有可能他会成为你的探测器 对 那一对 他一个面打起来 你后面劝起架来更容易了 他本来这么也就顶不住 是的 他一个面打起来 你肯定是先为他加油 对吧 努努力 放倒两个 上来把对面倒的两个 加这一对三分 都收下五分进账 嗯 没滋滋 一局下来打两队 然后加个排名分 场均十几分 嗯 夸张 这不要看今天反正打完以后 我们也知道现在的分数的话依旧 很紧张啊 就进击分数 大家都卡的比较死 对 头部的两支队伍呢 在上一局里面是进行了一波 就 打架嘛 然后MNG过来给收掉了 其实两支队伍没拿多少分 看看这个中尾部的队伍 就尤其16名附近的 就14到20之间的这些队伍 他们拿的分数是一个什么样 这直接跟竞技挂钩的嘛 因为后面还剩两场了 两场你得给自己定个小目标啊 两军比如说拿10分 对吧 我从26变到36 那这样大概率就有机会了 嗯 因为总体来说 竞技的压力并不是很大 对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就单局的一个分数情况 DDF15分 RBS和FORM14分 WCG12分 基本上出现在这个决赛圈的队伍 四支 DDF这次比赛很争气啊 八场比赛吃到三支鸡 这一局DDF是第一 DDD也是第一 先把老师说一下你心里的想法 哈哈哈 FET给到3A 基于表扬 晚上可以加个腿 好好好 这会快就岔开了话题啊 那DDT怎么办 哈哈哈 嗯 DDT晚上看看他们的腿 是不是被DDF夹走了 哈哈哈 我们来看一下 但总分来说 就是DDT他还不担心啊 对的 对的 没什么问题啊 嗯 96分 CTG75 CTG67 DDF62 RBS60 GSW51 WCG45 DDT45 呃 14到 我们看14到20 这个32分和18分的分差 爱奇如果有一句能高爆的话也可以上来的 嗯 嗯 分差也很近 MNG23 唐宝25 天霸27 都是两分的一个分差 16名27分 17名25分 是吧 所以还是很很关键的后面了 好的 我们还是稍微休息一会回来 这段时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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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